重大的农业展览一共分成五个展览馆展出各种农业成果 第一个展览馆是介绍本省炸粮跟园艺的一种栽培管理以及土壤性质的分析比较 第二个展览馆是家政馆介绍各种家政食物 第三个展览馆介绍水稻跟食物的保护 第四展览馆展出蔬菜安全农产品的竞赛 还有加速农村建设的成果 第五展览馆介绍土壤核药 这项展览吸引了很多的观众